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游戏全部操作只要动动鼠标即可 比如安住鼠标滑动即可完成砍杀 游戏还拥有剧情模式和挑战模式以及无尽模式 有闲暇时间的玩家可以下载游玩下 接下来是关于功能骑士司之歌的消息 制作组近期发布了一篇文章 介绍了玩家都很关心的游戏开发进展 制作组表示目前司之歌仍然在开发中 由于一些新的内容加入导致开发周期延长 虽然制作组没有说发售时间 但还是透露了目前司之歌的全新怪物设计 已经进展到了编号165号 此前制作组曾表示司之歌中将保守拥有150种全新的怪物 读哪一下 根据这番话 空洞骑士司之歌2020年发售应该很稳了 多人免费科幻动作游戏Warframe 今天更新了最新资料片《九重天》 本次更新主要是关于太空星剑的内容 玩家可以加入士族 通过系列任务回收部件 在船务中重造你的航道星剑 除了设置战舰的装备配置外 玩家还可以跟团队一起驾驶战舰 前往外太空刷副本 星剑战斗中你可以进行包括 操控主副炮和登剑战斗 以及修复战舰等等的行动 并且本次更新主要是针对团队进行设计和优化 2020年才会加强担任玩家的作战能力 谁辈的工作室昨天发布了旗下游戏 《兵器时代的DLC》 最后的秋天的宣传片 这个拓展内容将带来 《兵器时代》正片 末日降临前的一系列剧情故事 玩家将尝试在大地被冰封之前 找出能量塔 另外还包括了全新的游戏机制 独特建筑 以及深入兵器时代世界的支线剧情与故事 拥有计票的玩家 还可以免费获得最后的秋天 该DLC预计2020年1月21日发售 近期 THQ在Steam上上架了一款名为 《哥特王朝试水》版本的游戏 所有拥有《哥特王朝》系列游戏 或者开发商PB开发的任意一款游戏的玩家 都可以免费获得《哥特王朝试水》版本 可惜目前游戏不支持简体中文 该试水版本将包含大约两小时的游戏内容 内容重置了2001年的老游戏《哥特王朝》 在游戏中 玩家将操控一名囚犯 在这个遍布野兽与罪犯的矿区殖民地中生存下来 制作组表示 试水版本主要是给《哥特王朝》新作提供玩家反馈 并且新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开发日程 国产的动作冒险RPG游戏《风来之国》 近期上架了10分钟的试玩版本 游戏截止是明天凌晨 本作的背景设定在《风来之国》 来自小镇的山河约翰 因为台风的机缘 逃出地下小镇开始了他们的冒险 游戏的核心玩法应该是操纵两个角色 来实现解谜和动作等内容 根据试玩玩家的反馈 本作除了画面相当出色以外 其他方面都有所欠缺 尤其是操作手感和战斗系统 本作预计未来几个月内发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